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57页 讲表第57页 中间的问答事宜 那我们上次上一节课有讲到这个 直辞名号 一心不乱 那这个我们在前面所说的 偶尼大师他在这个正中分 讲到信愿行之前 他讲到一个 得身与否 全有信愿之有无 品味高下 全有慈敏之深浅 那我们在这个不同的 这个经论里面 比如说我们这个净土三经 无量寿经 光无量寿佛经 还有这个阿弥陀经 那我们一般呢 在这个 往生的这个品位 我们都希望能够往生 能够高一点 我们先能够往生 这是第一个标准 那往生之后呢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能够 品位比较高 那这个品位比较高跟低呢 它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 还有它的内涵 那我们就着这个 偶一大师 在这个要节里面 我们上次也说到 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那这个善根 还有福德 是往生的一个必须的条件 那你这个往生呢 是需要这个善根 多一点 还是福德多一点 我们上次也讲 假设以六度来讲 我们这个不失 慈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这前面五度呢 这个偶一大师呢 把它判作福德 属于 祝缘 那这个 菩提正道 也就是这个 般若智慧 这个偶一大师呢 把它判作善根 那这个正道呢 我们上次也讲 假设我们今天是 修净土法门的 你的正道就是 信愿慈敏 就是你的正道 那我们在这个 其他的这些助道 这是属于福德之量 福德之量 那我们上次再讲到这个 直词名号 一心不乱 讲到文慧 私慧 还有修慧 这三个层次 三个层次 那假设我们再配合一下 我们这个智慧的内涵 智慧的内涵 就是说你今天呢 是用什么样的智慧 来信愿慈敏 这样子的话呢 会影响到你的品味 在高低 所以一般我们认为 偶一大师呢 可能以为是 慈敏之深浅 认为说 这个是 可能慈敏的多 或者是少 但是我们假设以 内涵来判断的话呢 其实偶一大师 在认为这个慈敏之深浅呢 它是比较偏向于你的 智慧的角度 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智慧 来信愿慈敏 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品味高低 所以你看 为什么他把这个文慧 诗慧修慧 他把指慈敏号呢 分成这样子的三个次第 他以这个智慧做 做一个优先的引导 那我们在这个佛法上 我们上次也讲 整个佛法的道理 这个佛陀讲了那么多的经典 讲经呢 三百余会 讲了这么多的 经典的这个道理 其实呢 它的内涵 就是三个层次的道理 有浅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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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智慧呢 第一个我们学习 业果的道理 你了解啊 这个事项上的因缘果报 你深信 指慈名号 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深信呢 的的确确 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所以呢 这个角度呢 假设你只是 事项上的信心 这个呢 就是你深信业果的道理 的智慧 那第二个层次呢 佛法当中里面 他讲到一个 空性 波罗的道理 空性的智慧 这是第二个层次 佛法的智慧 假设你今天呢 你在这个智慧上呢 你有学习到这个 空性的波罗智慧 你再来指使这一句 名号 信愿辞明的话呢 你就能够达到 四一心 断掉见识祸 那第三个层次的道理呢 就是最圆满的 真乳的道理 也就是中道实相的道理 那这个跟空性的波罗智慧呢 差别在哪里 其实呢 这个空性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它只有偏空的智慧 没有妙有 就是 为什么身文圆解呢 他们这么精进的修行 他们只有正得偏空的智慧 因为他在这个智慧上呢 认知就不同了 所以假设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你先建立一个真乳的道理 中道实相的道理 你有这样子的智慧 再来念这句佛号信愿辞明 你就能够达到离心 断无明 所以偶尼大师呢 他在这个 慈敏之深浅 是依着智慧来判断 你用什么样的智慧 你是跟业果的智慧相应 来信愿慈敏 或者是你跟这个空性的波罗智慧 来信愿慈敏 或者呢你今天能够了解大乘佛法 中道实相的道理 真乳的道理 来信愿慈敏 他的品味呢 高下就不一样 所以一般我们有时候呢 你要去深入了解 这个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呢 有些人呢 他就是一直在这个事项上呢 去精进用功 那是没有错 但是呢你要是了解这个理上的道理 你这个事跟理就能够圆融 那你的这个进步呢 就会比完全只是事丘的还要快 有理官的这个智慧的话会比较快 那我们再来讲到这个助道 比如说你不思慈戒 也忍入精进禅禅 那这个禅禅呢 假设我们一个人 你的这个智慧是同样 你今天呢 都是依止了业果的道理 的智慧来信愿持民 但是呢 在这个福德的这一块呢 也会影响到他的品味的高下 这个怎么看呢 这个就从这个观无量寿佛经 还有无量寿经的角度 所以偶遇大师在这个 奥密陀经里面呢 他是特别强到这个智慈名号 所以他以这个智慈名号的这个角度呢 来判品味高下 那假设我们上次看到这个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 你看这个同样是上品上身 上品中身 上品下身 这个都是菩萨根性 那这个菩萨根性呢 也就是他都是依止的 真乳的智慧来持佛名号 但是上品上身的 跟上品下身的呢 他的这个质量就不一样了 他的不思慈戒忍入精进禅定 所以他这个质量越殊胜 这个祝远呢 越殊胜 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 品味高下 所以就依着这个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的角度呢 他也是很重视这个祝道的 这就是 奥密大师讲的 祝恨 祝恨 震恨跟祝恨 所以 假设以整个净土三经来看 震恨跟祝恨呢 其实都会影响到你的品味高下 但是我们这个 人不能往生呢 当然是决定在这个信跟怨 有没有 深信且怨 这些 这个资量 这个角度来讲 你一定要具足 假设你没有具足的话呢 你即使累积了很多的 波勒智慧 或者是这些不思 乃至于禅定 那顶多呢 就是一个圣道门 因为你的信愿不够坚固 你就没有办法跟阿弥陀佛的本愿感应到交 好 好 那我们接着呢 来说明一下这个问答事宜 问答事宜的这个角度 那我们从这个当中呢 选了七个问答 七个问答 那我们在这个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 问 临终佛现 灵宝飞魔 这个呢 就有人问呢 偶尼大师这个问题说 在我们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现前的 这个呢 是不是 魔来化现的 有没有可能是魔来化现 所以这个偶尼大师呢 就回答 回答说 修行人 不做佛观 而佛呼现 灰本 所其 顾名 魔士 那这个修行人是谁呢 就是指 这个参禅的 或者是修这个 教官的 这些子官的 这修行人呢 他不做佛观 不做佛观就是说 他没有去意念这个佛 的名号 或者他没有去做这个 观想 那我们这个 你在音地当中修行 你没有去做这个观想 或者是意念佛的名号的时候呢 那这个佛突然出现了 而佛出现了 本非所其 非本所其 就是说 跟他的这个音地是不相应的 这样子的情况呢 才叫做磨式 这个呢 可能是磨来干扰 或化现 那所以我们一般这个参禅的 或者是修这个 教官 子官的呢 他们一开始修的都是 先入手都是 先修空观 好 先修空性的智慧 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一开始修空观 你观是空性 但是突然佛出现了 那这个就是 非本所其 跟你的这个 一开始的发现的这个 目的不一样 所以呢 为什么你看这个禅宗 禅宗讲 佛来也展 磨来也展 就是说他不是往外去攀远的 磨的像 佛的像呢 都不是他要去追求的 所以献出来呢 他都把他破除 不去心外求法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般修圣道们 但是偶尔大师讲 念佛见佛 以示相应 旷灵宗 非至磨死 何须余虑 这个就是 偶尔大师 继续回答说 我们这个修净土 念佛的人 我们意念佛的名号 或者是意念佛的 一正二报 我们是 因地 因地是修这样子的观想 所以佛来献的话呢 这个是一种感应道教 以示相应就是一种感应道教 那这个 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 平时 平时有时候你 比如说你这个念佛 念到感应了 见佛 这个情况就是说 你还是 但是一般我们还是要用正念再来检查一下 正念来判断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凡夫有时候在念佛 有时候你会掺杂这种虚妄的心 就是你会掺杂妄想 那有可能你这个妄想去感召这些虚妄的境界 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这时候 假设你看到这个阿弥陀佛的现前 就是平时的时候 你怎么检查呢? 你就是先不管外面的境界 不要说看到阿弥陀佛就很高兴 你先不要太高兴 你这时候先用你的正念来检查一下 就是我们念佛 表示用这个正念跟佛相应 所以你这时候先不管外面的这个像是真还是假 你就是在色心 继续来念这句佛号 继续来专注 那这时候你在专注这个佛号的时候 你再来看这个像 那假设这个像是越接近越清楚的话 这个就是跟你的这个正念感应道教的 那假设这个你念佛了一段时间了 这个像是越远离 越模糊的话 这个就是跟你的妄想相应 或者是磨来视线 或者是这些鬼神道的众生都有可能 所以平时的话 我们还是要用正念检查一下 比较保险 那这个临终呢 不是感召磨的时候 磨的时候 所以磨 这个磨当然是指的是天磨 一般天磨会干扰的时候 就是你这个境界是比较超越了 超越这个快要出这个欲界 因为这个磨是六玉天的最高 所以他这个磨王呢 他认为你这个在六玉天以下的 都是他的眷属 那你今天呢 假设你今天要超越这个欲界 比如说你看呢 有些那个修禅定的 他到了未到地定 乃至要到出产的时候呢 这个磨有时候也会来干扰 因为你要超过这个六玉天的这个境界 所以呢他那个内心他不欢喜 因为你要超过他的这个范围 就变成呢不是他的眷属 所以这个磨王呢他就不欢喜 来自于我们上次也讲 你这个寿比丘界的时候呢 也是要超出三界 这个磨王也是不欢喜 所以呢 因为临终一般都不是磨来干扰的时候 都是在你平常修行 比较精进的时候 有可能的磨来干扰 那但是我们刚刚也讲了 这个磨是不一定来干扰 但是你临终呢 也有可能你的夜 你自己的夜显现 你过去呢 这个跟这些有些众生结的二缘 那这个众生呢 刚好是在鬼神道的众生 这个也可能在临终呢 给你产生障碍 所以在地藏经里面讲 他在这个临终的时候 有时候你跟忘心相应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感召这些 这个鬼神道的众生来干扰 所以临终 还是用这个正念来检查 就是外在的这个像呢 我们先用你的正念来判断一下 假设你用色心来念佛 那这个像越清楚 那表示跟你的佛号是相应的 因为这个佛号呢 它能够具足光明 假设这些魔或者这些鬼神道的众生的干扰 基本上你色心念佛号呢 这些都会远离 因为这个光明跟它的这个 是属于排斥的 是排斥的 所以你用正念力来检查是最保险的 好 好那么再来翻到五十八页 五十八页 好第二个问题 问七日不乱平时也 临终也 临终也 这是有人问呢 偶尼大师说这个 若一日 来这里若七日呢 能够一心不乱 这是在平时的用功 还是临终的用功 那偶尼大师呢就回答 这是平时的用功 就是说平时呢 你就能够练习一心不乱 再平时 那第三个问题 问七日不乱之后 复起或造业 亦得生也 这个就有人问呢 问偶尼大师说 假设你这个七日不乱 七日一心不乱之后呢 复起或造业 亦得生也 就是说你又的起烦恼又造业了 这样子呢 可以往生净土吗 那偶尼大师呢 他就回答 果得一心不乱之忍 无更起或造业之事 那偶尼大师这个回答呢 是比较高的一心不乱 就是四一心不乱的这个境界 所以呢他呢 假设能够 断见识祸的话呢 他就不会起或造业 那我们上次也讲 那假设你是 辅助烦恼的话呢 你是还不达到 跟这个空性的智慧相应 的四一心 就是辅助烦恼 辅获 那辅获呢 是用定 定来辅 所以你这个定呢 会退转 所以你要看你的这个不乱 一心不乱呢 他是相应到智慧 或者是禅定 那假如是跟这个无肉的智慧相应的时候 那当然不会起或造业 那你要是只是跟这个禅定 跟这个预界定 来自于未到地定 或者是初禅相应的话呢 这个还是会退转 因为他还是属于凡夫的境界 比较不保认 但是你要是能够 有这个理官的成分的禅定 这个禅定会比较保认 就是说有一种是事修而成就的 他没有什么样的理官的成分在里面 这种禅定很容易被破坏 但是你要是有理官的智慧 所以虽然你还没有断烦恼 比如说你看这个 禅宗的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祖师 虽然他开悟了 见到这个集中 集空集甲集中的这个真乳的离体 但是他烦恼没断 那他烦恼没断呢 他修这个净土法门 修念佛法门的时候 因为他有开悟的这个理官的基础 所以他再来念这句佛号 那这个临终就比较不会颠倒 虽然他也没有断掉见识祸 但是这样子的情况 在临终 乃至于在平死呢 就比较不会起火照 就看你的这个定是跟智慧成分相应的多 孩子只是事项上的这些禅定 事项上的禅定就很容易退转 因为他没有智慧的引导 没有波勒智慧的引导 好 再来看到第四个问题 问大本十念 宝王一念 平死也 临终也 这个大本呢 就是大本的阿弥陀经 这是无量寿经 这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讲到十念 十念 那这个宝王呢 就是念佛三昧 宝王论 里面讲到一念 十念往生 一念往生 这是指的是平死 或者是临终 那欧毅大师呢 他就回答 这个十念 通于二时 就是 他是通平死 也通临终的 十念 那这个十念呢 平死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 承招十念 就是宋朝慈云灿主 他所提唱的 十口气 借气来色心 好 虽然只有十口气 但是呢 他这个中间呢 都不夹杂妄想 这叫做承招十念 这是平死 那这个 另外一种临终的情况呢 叫做十念得生 这个呢 就跟观经 观无量寿后经 里面所说的 十念称名 相同 所以欧毅大师呢 把这个十念呢 他解释成 通于平死 还有通于临终 这两种情况都有 但是呢 这个一念往生呢 只有在这个临终的时候 才有 临终的时候 才是有这种一念往生 最后你那一念 能够跟佛号相应 扶住你那些 说博世纪的那些 所献的那些 来自你看这个 下品下生的 都献出这个地狱的门火了 透过这个佛号的力量 把它扶住 这时候呢 信愿辞明 这一念呢 很快的跟阿弥陀的本音感应到脚 所以呢 就代业往生 好 这个是一念 是临终的情况 好 再来看到第五个问题 问十念一念病得生 何须七日 好 就是说 有些人就问说 这个十念往生 或者一念往生呢 那为什么要 这么平时呢 要若一日 乃至于若七日的 念这句佛号 就有人问这个问题 那偶一大师呢 就回答 若无平时七日功夫 安有临终十念 一念 所以偶一大师呢 他就回答说呢 假设我们一个人 你平时 没有透过呢 精进的来 持这句佛号 信愿辞明的话 那怎么会有 临终的十念 还有淫念 所以偶一大师呢 他很强调 他很强调 没有平时的正念 就没有临终的正念 偶一大师呢 他非常强调这个 你不可能靠这个 运气的 那这个底下呢 这个偶一大师继续解释 中下下品 逆二之人 这个下品下生的 五逆十二 这些人呢 病是树荫成熟 他树荫就是他过去生 他不知道哪一生 那过去生呢 他有栽培一个很强的 这个善根的种子 刚好呢 在临终的阴眼成熟 所以感召呢 临终遇到这个善游 善知识的开导 而且呢 听闻之后 便生起信心 发愿 乃至于念这句佛号 这样子的情况呢 此事万中无异 在一万个人当中呢 很难找到一个人 就是说这种情况是特别少的 这个是个案 不是我们正常修行人 能够学得来的 所以我们呢 岂可侥幸 不能带着侥幸的心态 我们平时都精进的用功 临终都不一定能够 保持正念的 何况你平时懈怠的人 你更不可能 你更不可能临终保持正念 所以 这个偶遇大师呢 他就引用 这个净土破问 在这个净土实要里面也有 这一本 这是我们这个天儒禅师 所做的一个 开示 它也都是一些问答 有关净土法门的一个问答 那在里面呢 他就破斥 这些 净死不用功 想带这个侥幸 临终呢 往生的这些人 所以 所以 赤此事 最强 金人 不可不堵 你要看的这个 净土破问里面呢 这个天儒禅师的开示 他这个破斥呢 这个我们说 想要待往生的人 存着这个侥幸的心态 这个呢 是不可以的 阿弥陀佛的本愿呢 当然是祭祖 极乐世界呢 一正二表 也是 成就 但是呢 我们上次也讲 关键点都是在众生的这个问题 你众生他没有具足条件 阿弥陀佛的本愿 乃至于极乐世界呢 你没有办法跟他感应到交 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 临终没有办法去受用 所以呢要靠平时的正念 才能够达到临终的正念 好 再来看到五十九页 五十九页 第六个问题 好 问 西方去此十万亿图 何得及生 这个呢 就有人问偶尉大师呢 西方极乐世界呢 他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祖 为何呢 能够一念 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我们在前面的那个 六性的地方呢 也说过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偶尉大师呢 他就在回答 就在前面的这个 性智跟性理的这个角度呢 再做一次的详细的回答 十万亿图 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 以心性本无外固 又藏至心之佛力皆引 何难及生 所以偶尉大师呢 就讲到 这个十万亿佛土呢 乃至于十法界 十方世界呢 都不离开我们众生的 一念的心性的本体之外 就是说这个万法呢 都是我们心事所现出来的一个相分 不离开我们心事所现 所以呢 心性本无外固 没有这个一个法是 离开我们心性可以独立存在的 一切呢 都是心性 心事所现的一个相分而已 所以我们呢 你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 依着信愿生命呢 藏着自心的佛力 当然是三立不可思议的加持 能够三立不可思议呢 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呢 不是很困难的 只要你能够感应道教 都是心性所现出来的一个作用而已 好 那欧毅大师呢 他就继续 他就举个例子 静中 如静中呢 照树十尘 山水楼阁 陈树晚南 十五远近 一照俱了 见五心后 他就用这个静子的比喻呢 来说明 这个十方的世界 就像在这个静子所现出来的一个像而已 所以你看这个十层的山水 一层到第十层 第十层呢 比较远 第一层比较近 但是在静子里面呢 他呢 他呢 陈树晚南 十五远近 在静子 你看到的这个静子呢 就是在这个静子的表面上而已 所以我们这个极乐世界 乃至于十方世界呢 在我们的心中呢 就像 镜子所现出来的一个像分 一个影像而已 所以他没有眼镜的 那是我们凡夫 凡夫有这种空间跟时间的 这种假象 那你要到了你的心体的这个 本体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这个时间跟空间的假象 所以没有远近 一照俱了 见五千后 都是在我们心性的 当中 没有远近的 所以呢 这个偶一大师呢 他就继续开示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有四皆明曰极乐 亦如是 其土有佛 好阿密陀 今现在说法亦如是 其人离命忠实 阿弥陀佛 与诸慎重 现在齐前 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 阿弥陀佛 其乐国土 亦如是 当之自治皆海印三昧 大圆敬至之灵魂业 那这一段呢 偶一大师呢 就在强调一下这个 我们离体 前面讲的 这个离体的这个道理 心性本物 外顾这个道理 所以呢 他第一个讲到 极乐世界的这个一报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也不离开我们心性之外 第二个呢 有震报 阿弥陀佛是震报 今现在说法呢 这个呢 也是 不是离开我们心性 作用之外的 第三个 我们临终 门佛接应 你的信愿情 敬业成就 临终呢 感应到 阿弥陀佛来接应 这个呢 也不是从我们心性之外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三个呢 都易如是 都是心性本物外顾 这个道理 所以呢 这个呢 当之 自治 皆海印三昧 大元禁制 这个海印三昧呢 跟大元禁制呢 都是指着我们 自性 清净心的本体 也就是我们心性 本体 这个呢 就是海印三昧 大元禁制 所以呢 偶一大师呢 就把这个四根理 所以在整个 阿弥陀经药节里面呢 偶一大师呢 都把这个理体的道理 乃至于理观的道理呢 都反复的 重复的在 提醒我们 念佛的人 你不能只是修士而已 要士理圆容 当然呢 你也不能指理会士 就是士跟理呢 你要均衡 那你不要说 只相信士 那你这样子呢 遇到这个障碍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退转 那你要是有理观 理体的这个智慧 你遇到这些障碍呢 你就能够从这个 事项上来突破 所以就是这个 关键 事理要圆容 那再来第七个问题 问 临终 猛窃 人除多罪 平日至心称名 亦除罪佛 这有人就问 偶一大师说 这个临终的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 临终呢 能够猛窃 一念呢 能够消 五死劫的这个重罪 那我们平时呢 至心来念这些佛号 是不是也能够 达到这个效果 偶一大师呢 他就回答 如日出 群暗消 称鸿明 万罪灭 只要你的心 是至心 这个至心的这个 这个标准呢 你要 第一个专注 第二个相续 那你要以这个专注力跟相续力来 念这句佛号的时候呢 平时 一样能够达到 除罪的效果 平时也可以的 不用等到临终 所以你平时呢 你能够自心称名 也能够消很多的业障 我们上次也讲 心以佛和 心以道和 则能转业 你要忏悔业障 你这个词佛名号呢 也是一个很好忏悔业障的一个法门 不一定说一定要去 做什么样其他的法门 你自心来称名 亦能够得到很殊胜的 忏悔业障的效果 但是呢 关键点你能不能 能不能至心 你要是善心来念佛 当然你这个佛号的效果呢 就会 很有限 虽然有些人他觉得念很多 但是他都是跟散乱心相应 所以他这个佛号呢 在他心中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的时候 当然他这个 就没有办法转业 没办法转业 有时候呢 业力还是会陷钱 好 再来看到六十业 这个呢 就是最后一段 第五段呢 劫事劝修 劫事劝修这一段 这个偶一大师呢 前面讲了那么多的 这个指尺名号 一心不乱 这些相关的 这个道理之后呢 最后他做一个 开示 做一个结劝 劝勉我们 这个 修净土法门 先念佛 念佛法门的这个修行人 应该注意的一个地方 好 福愿 知述 至于 于此 简易 直结 无上 原顿法门 务事为难 而则身 退违 务事为意 而慢不测勤 务事为前 而望至秒清 务事为身 而福感 承认 好 我们这段先解释一下 这个福愿呢 就是偶一大师呢 他作为一个 希望 希望这个 念佛人 修净土人 包括了 底下四种类 第一个呢 知 知呢 就是这些 我们 出家重 树呢 就是白衣 智 就是有智慧的人 鱼 就是根气比较鱼顿的 那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这个 法门当中呢 当然 包括了在家修 还有出家修 那这个在家出家呢 当然 他这个根气 也有分为很多种 有些根气比较利 有些根气比较顿 但是呢 这个都没有关系 都能够三根普遍 利顿全收 那这个 那这个 于此简易 直结 无上 原顿 这个形容呢 净土法门 他具足的这四种 殊胜的功德利益 简易 非常简单 一句佛号呢 能够 容易来指齿 指齿这个名号 直解呢 他能够 横操三界 不用像我们这个 一般的圣道法门 他还要述出 还要断烦恼 才能够处理三界 那这个无上呢 就是说他是最殊胜的 一身可以成佛 一身补处 在一身当中呢 无量寿的时间 绝对可以一身成佛 那这个圆盾 这个圆盾呢 就是他的这个果报 是一种圆境仕途 凡圣虫具足呢 他具足了 三不退 胃不退 行不退念不退 而且呢 他是横拒仕途 凡圣虫具足 具足了 方便友谊土 十报庄原土 还有长期光敬土的功德 所以呢 他是一种圆盾法门 乃至圆盾的果报 那这种 殊胜 这么多的 功德利益的这个法门呢 我们在修的时候呢 你勿视为难 这个难 这个难是怎么说呢 是针对这个圆盾 圆盾的这个法门来说的 我们有些人呢 认为这个圆盾法门呢 我们根气不够 我们根气不够 不敢修 所以呢 摄身退尾 内心呢 退去 第二个呢 勿视为义 这个义呢 是就着这个直结 直结就是 横朝善险 这么直结的这些 殊胜法门 而漫不测情 漫不测情就是说 他不是那么精进 这是有一点 比较忽略的意思 所以有些人呢 他修净土法门 他就是内心 我们上次也讲 好像说这个奥弥陀佛 决定 临终一定会来接引他 就是说他可以 觉得没有问题 所以他平时呢 他也不精进用功 这叫做漫不测情 他心思呢 平时跟这个妄想 打成一片 他也无所谓 所以这个呢 就是变成 勿视为义 而漫不浸情 平常叫懈怠 那再来呢 勿视为前 而妄自妙轻 就是这句佛号呢 你觉得很简单 这个会讲话的 小孩也会念 谁都可以念出这句佛号 很简易 所以有些人呢 就把他认为 妄轻 可是他的心呢 没那么 认为那么重视 或者是他持佛名号的时候呢 没有去深入去思维 这句佛号的 殊胜的功德 这就是妄轻 勿视为生 这是针对这个无上 无上法门呢 有些人呢 对于这个一生成佛的无上法门 他不敢承当 就是他认为他根器不够 不敢承当 所以呢 这四个呢 都是偶一大师呢 希望 这些根器呢 都不要产生这种过失 盖所持之名号 真实不可思议 你用不可思议的心力呢 来持这句名号 就能够跟阿弥陀佛的 佛力不可思议感应到这 所以 持一生 则能够现出呢 感应到不可思议的 如是功德庄严 持十生乃至无量无数生 都能够念念 深深 成就 如是功德庄严 也是三例不可思议 好 那么我们就 这节课先讲到这里 休息十分钟 请大家打开讲表的六十页 讲表第六十页 那我们接着呢 看到 丙二 虫券 丙二虫券 那这个虫券呢 我们在 正中分的第二段 这个发愿的这个地方也说过 整部 阿弥陀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呢 有三次 劝我们 娑婆世界的众生呢 应当发愿 生彼国土 那这个呢 重劝就是第二次 劝我们应该发愿 好 我们看到经文的地方 瑟利佛 我见势利 故说此言 若有众生 文士说者 应当发愿 生彼国土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呢 简单说一下 好 这个释迦牟尼佛呢 好就在 称呼一声 瑟利佛尊者 我见势利 这个我呢 就是指释迦牟尼佛 他本身 他看到呢 极乐世界呢 这么殊胜的 功德庄严 这么殊胜的 利益 那这个利益呢 这个欧一大师呢 他后面会解释 分成 往生 的利益 还有临终的利益 来 做这两个方 方面的一个说明 所以呢 故说此言 所以呢 释迦牟尼佛 看到这么殊胜的 利益之后呢 才会 说这么多的 阿弥陀经的这些道理 所以 若有众生 文士说者 好 假设有众生呢 听闻这些 阿弥陀经的这些道理 了解了 极乐世界的这些殊胜 就应当呢 自成的发愿 求生彼国 求生极乐世界 好 那么看到 六十一页 我们看到六十一页 结 就是欧一大师的要结 它分成两段 那第一个呢 第一段呢 就是约着 往生 所成就的功德 来解释 这个 事例 那第二段呢 就是约着 临终 正念 来解释 事例 这个殊胜的 功德利益 我们先看到第一段 约着往生 所成就 往生之后呢 所成就的 功德利用呢 也就是我们前面 所说的 在这个五重悬议 功德利用 里面所说的 我见者 佛言所见 究竟明了也 这个 我见呢 就是释迦摩尼佛 他用他的佛言 佛言 佛言就是 最殊胜 最殊胜的这个 智慧 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凡夫呢 叫做露眼 那再来呢 这个到天道的 叫做天眼 那再上去呢 那再上去呢 就是这个 慧眼 乃至于法眼 佛眼 所以 露眼跟天眼呢 都是用意识心在 看这个 外在的这些 好 依报 正报 那 慧眼 就是用智慧的眼睛 乃至于菩萨的法眼 乃至于 佛的 佛眼 好 用这个大圆静置的这个智慧 来观察 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佛的眼睛呢 所见到的 就是佛的智慧所见到呢 是究竟明了 最殊胜 最究竟 而且是最圆满 所以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 唯佛与佛乃能究竟 等觉菩萨呢 都还没办法究竟明了 所以呢 特别讲到佛的智慧 才能够究竟明了 四立 四立呢 四立者 横出五浊 原敬仕途 直至不退未尽 四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利也 好 那这个四立呢 三不退未尽 这是原正三不退 乃至以呢 一生不处 这呢 三个的利用 都是往生之后 往生之后 所成就的功德利用 四为不可思议 至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利 好 这样子的功德利呢 是一个不可思议 唯佛与佛呢 才能究竟明了的功德之利 这是约着 往生所成就的功德来说明 那第二个呢 这个对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就特别重要了 所以偶遇大师特别在这个事例当中 他约着这个临终的正念 来说明净土法门的殊胜 那这一段偶遇大师用两个小段来说明 第一小段明藏之立之难 第二小段就是在六十二页 明藏他立之义 所以一个叫南行道 一个叫义行道 这是我们之前所分析的 一个要靠自己的力量 修戒定会 断货出离三戒 一个能够横超三戒 靠自己的力量 佛的力量 三立不可思议 成就横超三戒的 临终的正念 那我们先看到第一段 这个明藏之立之难 就是这个圣道门 偶遇大师就继续解释 父赐四立 约命终时心不颠倒而言 特别在这个灵命终时 心不颠倒 这样子的功德利益 是对于我们念佛的法门 净土的法门 有别于一般的圣道门 一般的通途法门来讲的 他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 在我们灵命终时 心不颠倒的这个情况 比起这个圣道门来讲 他来的殊胜 那我们看到第二小段 盖晦土自立修行 生死关头最难得利 无论完修狂晦 磨裸无功 集物门深远 超旅浅缺之人 躺分毫习气未除 未免随强偏罪 这一段我们先说明一下 会图就是我们说佛世界 说佛世界你靠自立修行 就是靠这个圣道门的界定会 想要断货正真 这个在什么时候最难得利 就是生死关头 临终的时候最难得利 为什么呢 临终的时候 它是一个乱心味 你这个第六四的活动 都很难做足 你这个第六四的活动 越来越薄弱了 剩下第七第八 那我们都知道呢 我凡夫呢 它的第七四 是一种无名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乱心味的时候呢 你这个叶的种子 第八四这无量无别的叶种子 就是很难用我们这个义士 第六四去做主宰的 这个第六四也不活动了 我们平时觉得我们好像自己做得了主 但是到了临终的时候呢 乱心味 第六一四也不活动 做不了主 所以呢 生死关头呢最难得利 只要你呢 临终没有断烦恼 就是凡夫 凡夫呢 那就是不决定 所以欧益大师呢 他就举例 无论 不论呢 你是怎么样的 完修 狂会 这完修是什么呢 有形无解 他很精进的 每天呢 用功 但是呢 他没有 智慧的理解 没有这个理官的这个智慧 所以呢 叫做盲修下恋 叫做完修 没有智慧的去修 叫做完修 直视魅理 那狂会呢 叫做有结无形 他呢 虽然懂了很多的道理 但是呢 他没有去修 实修 这个呢 叫做 唆时俗宝 你看了很多佛的功德庄严 看了很多 这些智慧 但是呢 这个都跟你没有关系 这都是佛菩萨的 静节 所以呢 叫做唆时俗宝 这个食物呢 你说了很多 但是没 肚子还是空空的 那个宝呢 你数了很多 但是都是别人的 这叫唆时俗宝 这个呢 叫做直理 废事 所以我们刚刚讲 施理要圆拢 解情要并进 所以呢 完修跟狂会 这两种修行的呢 都是摩罗无功 摩罗呢 就是迷迷糊糊 到了临终生死关头的时候呢 绝对是迷迷糊糊的 因为他平常呢 他修行呢 就迷迷糊糊 那再来呢 偶尔大师在举例 即便是呢 不像前面的 完修 狂会 这种偏差的修行 即便是你能够 雾门深远 超离 浅缺之人 这个呢 就是能够解情并进 乃至呢 这个雾门深远 你能够 开悟 乃至呢 明经见性 叫做雾门深远 而且呢 超离浅缺呢 就是他在雾后呢 还起修 不是雾后没修 他还精进的呢 去修这些戒定会 但是呢 躺落 临终的这个生死关头呢 分好习气未除 就是说你的临终呢 你的见或没有断 这个烦恼习气的这个种子 见或没有断的时候 未免随强偏醉 你还是呢 随着你的业力流转 随夜流转 强者先迁 叫做随强偏醉 看你临终呢 乱心未 哪一个种子呢 特别强 你就随着这个业 去投身 所以你看这个很多这个禅宗开悟的 他临终没断货 但是呢 他就是继续的在这个三界德国报 好一点的得到人生 继续修 差一点的呢 有些人就退转了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 在圣道门当中呢 愿意就可以做主了 这是业力在做主 所以呢叫做强者先迁 那这个后面呢 欧瑜大师呢 他就举一个永明祖师 就是永明严寿大师呢 他做了一个饲料简 所谓 十人久叉入 阴静若现前 避尔随他去 辞尘 尘可寒心者也 这个呢 前面应该还有一句叫做 有禅无净土 十人久叉入 阴静若现前 避尔随他去 这什么意思呢 就刚刚所说的 有禅 他雾门深远 而且呢 超离浅缺 解形并尽 但是呢 他临终呢 没有断烦恼 躺 分毫 习气未处 就是他见后没断 这样子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十个人呢 至少有九个人 走错路 十人久叉入 为什么呢 阴静若现前 避尔随他去 阴静呢 五阴静 射受想行事 这些境界 现前的时候呢 你这个 虽然有悟 但是他没有 无弱的智慧 那就做不了主 所以 避尔随他去 就随着业力 去受生 做不了主 临终的 临终的是 这个生死关头呢 最难得利 即使你这个开悟 有禅有 这个有禅呢 就是明心见性 但是呢 他无净土 他没有信愿 求生净土的话 他还是继续在 娑婆世界呢 得一个 六道的果报 所以呢 一念之间呢 就随业 去受生 好 再来翻到六十二页 六十二页 那这个 偶尔大师呢 在这个还有一小段呢 他就做一个结论 出果 魅以出胎 菩萨 昏以隔音 者 哲理 启隆 强坐 主宰 侥幸 蛮憨 这个前面呢 娑婆大师讲到这个 这个圣道门呢 圣道门 他在这个 三界修行呢 是很容易 退转的 那我们这个 讲到出果 魅以出胎呢 这个出果 是圣的 喂不退 那为什么讲说 他魅以出胎 这个魅呢 就是 有点分魅的意思 但是呢 这只是很短暂的 在那个出胎的过 很短暂的 一念之间而已 但是这个无肉之智慧呢 叫做事不坏性 你正得出果呢 成就这个无肉的智慧之后呢 就能够成就事不坏性 佛法身戒 他有道共戒 所以这个出果呢 他这个是短暂在这个出胎的时候呢 一时的昏昧 但是一下子呢 这个无肉的智慧呢 接着就现前了 不是像我们凡夫呢 这种昏昧不一样 那这个菩萨呢 魅以隔音 隔音之谜 无音声 隔音之谜 那这边的菩萨呢 是指的是 凡位菩萨 不是入圣位的菩萨 你入圣位的菩萨呢 只要是 我们讲这个位不退的菩萨 别教的出注 原教的出心位 他位不退呢 就有这个界定会 卸托 卸托之鉴 所以我们上次也讲 你开悟的人 假设他依止的是主师禅 他需要找一个开悟的禅师 帮他认证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判断他的境界 那依止的这个教理 而大开圆解的 他可以以这个教来印证 但是假设这个正果的话呢 正得出果或者菩萨呢 正得别教的出注 或者原教的出信 正果呢 就不需要别人来帮你认证 你自己就可以知道你正到什么境界 为什么呢 界定会 卸托 卸托之鉴 他有卸托之鉴 所以他自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结尾 但是只要是开悟 那个都还没有成就这个卸托之鉴 所以就差别在这里 所以菩萨会在这个格音之谜呢 就是指的凡位的菩萨 只要入圣位的菩萨呢 没有格音之谜 他来生在头到这个三界当中呢 他很清楚的 乃至于他只是别教出注 他自己都很清楚 因为他已经喂不退了 所以呢 只要有格音之谜 你就很容易退到三二道 所以凡位的菩萨呢 很危险 所以呢 这个呢 在圣道门当中呢 你这样子的修 很危险 所以呢 你很难在这个三界当中呢 强做主宰 强做主宰呢 就靠你的这个意志力呢 强做主宰 这是做不到的 你没有无漏的智慧 乃至你有很深的禅定 都做不了主宰 因为到临终乱心位 乱心位呢 你第六师都不活动了 你说你有禅定 禅定是一子的 第六一师去修的 第六师不活动 就是要第八师的夜中子做主 所以你没有办法强做主宰 那这个侥幸满憨呢 就指着这个 一般人 存着侥幸的心态 这个是 不可能 在临终呢 侥幸 强做主宰 都做不了 好 那么我们再看到 偶尔大师 他讲到呢 明藏他力之意 在临终呢 我们净土法门 殊胜的 能够让你临终呢 心不颠倒 而代业往生 所以他力 因为有 阿弥陀的愿力的摄持 所以你虽然 烦恼都没断 但是呢 你只要扶住烦恼就可以 那这个 圣道门的话呢 你扶住烦恼 还是没办法 你扶住烦恼 你再来 还是乱心味 还是会得一个果报 但是这个 这个净土法门呢 他临终只要扶住烦恼 他有一个 这个他力呢 欧弥陀的愿力 来接引 所以你看 唯有信愿 慈愿持敏 葬他力固 佛慈悲愿 定不堂圈 弥陀慎重 现前未导 固得 无导 自在往生 所以呢 我们修净土的人呢 在这个临终的乱心味的 之前 我们就用这个信愿慈敏 这个是第六意识 还没有消失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般呢 往生比较有把握的时候呢 你都不能进入乱心味 你要在你的意识 都很清楚的时候 来 执此名号 这是最有保障 你说这个人断气之后呢 你在祝念这个 有时候都不一定能够成就了 所以在这个断气之前 他第六意识 还很清楚明了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申起了一个坚固的信愿慈敏 这样子呢 就能够跟佛的本愿 慈悲愿力呢 感应造交 定不堂圈就是 这个堂圈呢 就是虚望的意思 佛的本愿呢 是真实不虚 已经成就了 不是虚望的 弥陀圣众呢 在这个临终的 这个行者前呢 现前安慰 开导 所以 顾得呢 临终不颠倒 自在往生 他是在这个第六意识呢 台面消失之前 就用这个第六意识 来信愿慈敏 来跟佛的本愿感应到交 你到了这个断气之后呢 有时候就 这个意识就比较模糊了 你要在感应 有时候比较困难 当然也是有 但是最好的情况呢 是在你意识 还清楚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个人 能不能往生 你看他的这个 临终前的意识 清不清楚 这是比较好判断 他临终呢 正念分明 见到佛来接应 或者西方三圣来接应 这是 判断是比较正确的 那你等到他断气之后 你说面相安详 身体柔软 这个呢 就比较难判断了 这个瑞相呢 只能说 他是人天善道以上 至于他的心 有没有跟弥陀感应 这个我们其他 凡夫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偶尼大师呢 最后做一个结论 佛见众生 临终捣乱之苦 特为保认此事 所以殷勤再却发愿 以愿人导行固也 那这个 佛见众生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见到我们这个 说佛世界的众生呢 好不容易修行 几十年 但是呢 临终呢 做不了主 颠倒 乃至于散乱 所以来生呢 继续修 一生一世呢 有时候呢 进步 有时候退步 但是呢 退转的 比这个进步的多 所以呢 很难处理这个三戒 很多人修行 但是很难处理三戒 很难成就圣道 所以释迦牟尼佛呢 见到这个 众生呢 颠倒 散乱之苦 所以呢 特为保认此事 保认 保认我们 临终 不要再去 说佛世界 得一个国报 你赶快呢 发愿 往生净土 你就能够 成就一个莲花化身 一生绝对可以成佛 所以 以愿 能导行 顾眼 你生起一个 坚固的愿 当然前面要有一个 生性 生性确验呢 这样子呢 就能够引导你去 指尺名号 一心不乱 叫做以愿 能导行 所以信愿行呢 这三个呢 是相辅相成 等到你越 精进的去念这句佛号 指尺名号呢 一心不乱 你有潜而入身 你这个信心 跟愿力呢 就更加的坚固 更加的圆满 好 然后这边呢 就是把整个这个正中分 以三 正是行者 指尺名号 以立行 这整个呢 正中分 讲到三个内容 起信 发愿 立行 信愿行 三之两 这个释迦摩尼佛呢 用了这么多的经文的内容 就是解释这三个内容 好 那接着我们看到六十三页 六十三页的甲三 第三个部分呢 流通分 我们甲一呢 是续分 甲二呢 是正中分 甲三是流通分 这三分呢 都是以信愿行 三之两 好 偶一大师就 用这个三之两 来花费 花费这个 经文的内容 好 我们看到这个 在解释流通分之前 偶一大师呢 他就先做一段的 开示 开示 也不离开这个信愿行 信愿辞明一法 元收元超 一切法门 术与一切法门混同 很与一切法门迥异 它是元收一切法门 而且元超一切法门 那怎么说呢 我们这个念佛法门 为什么能够元收 元超一切法门 这个我们就是 要从这个内容呢 来了解 这个元收呢 就是具足 具足的一切法门的 界定会在里面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讲到偶一大师 用这个文会 师会 修会 其实呢 这个就是一切法门 界定会的内容 所以呢 元收就是包含的 在净土法门里面呢 它也包含的 这些一切法门的界定会的内容 就看你怎么去理解 深入的去理解 那这个元超呢 它又能够超越 超越呢 一切法门的界定会 就是界定会 因为圣道门 它所没有的 净土法门里面有 就刚刚讲的 圣道门临终呢 它只能靠自力 靠自己的这个 无漏的智慧才能够 处理三界 但是呢 净土法门呢 它能够横超三界 它叫做元超一切法门 所以树与一切法门混同 树 就是以一切法门的界定会 我们修信任型呢 也是不离开界定会 所以与一切法门混同 相同 但是呢 横超的这一块 是超过一切法门 所以叫做 横与一切法门迥毓 它不用呢 你这个一瓶一瓶 烦恼的断 它临终呢 只要能够 扶住烦恼 待一往生 到了极乐世界呢 花开见火 很快呢 可以成就 喂不退 断烦恼 花开见火 无无生 乃至于呢 很快可以成就 无生法门 这个呢 就跟一切法门 差别非常的大 那接着呢 偶一大师就讲 既无问之说 谁堪畅目流通 为佛与佛 乃能究竟 诸法实相 此经 为佛境界 为佛与佛 可以流通 而 这个呢 就是偶一大师 要讲流通婚之前 他特别说到的 就是佛的智慧呢 才圆满 究竟了知 是诸法实相 那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 常热我境的这个境界呢 它是从我们心性的本体 所现的一种妙用 所以连等觉菩萨呢 都无法究竟了知 它是从诸法实相 所产生的一种妙用 真空妙有的一种 中道的实相的境界 所以呢 只有佛 才能够流通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流通婚呢 是佛来流通的 不是菩萨来流通 也不是阿罗汉来流通 你看有些这个经典呢 是阿罗汉 这个圣者来流通的 有些经典呢 它是菩萨来流通 我们看这个法华经 法华经就是 普贤菩萨流通 所以呢 很多的这些法门 都是这些僧文 乃至于菩萨 全教的菩萨流通 但是呢 只有这一部 无问自说 所以只有这个净土法门呢 等觉菩萨呢 都无法去发问 所以佛呢 直接无问自说 所以也就是说佛的智慧呢 它才能够有这个能力 来流通这个阿弥陀经 好 净土法门 好 那么接着看到 这个流通分的 这个经文的科判 文维二 这个流通分的经文呢 分作甲三呢 分作两个小科 以初普券 以二结券 在这个流通分成两个小科 那在以初普券当中呢 又分成三个小科 丙初 劝信流通 丙二 劝焉流通 丙三 劝行流通 好 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好 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偶一大师呢 他还是用信 愿行 好 这三科呢 来解释流通分 好 所以劝信 劝愿 劝行 好 这三科 那在这个 丙初呢 劝信流通当中 分成两个小科 丁初 略隐标题 丁二 真是晶体 那这个丁初呢 略隐标题 这个标题就是晶体 是一样的 所以简列的呢 先说明一下这个晶体的内容 那丁二呢 真是就是一个问答 对于这个晶体呢 做一个问答 那我们先看到 丁一 列隐标题底下呢 又分成六个 分成六科 晶出东方至晶六 上方 所以这个略隐标题呢 底下呢 有六个小科 晶一到晶六 从东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下方 上方 有六方 六方否呢 来流通 那这个 左边呢 有一个唐义 十方 这个唐义是什么呢 唐义就是 唐草的 玄壮大师 所翻译的这一部经 它也是翻译 阿弥陀经的经文 但是呢 它翻译出来呢 它是把十方 佛流通呢 都把它翻译出来 所以 玄壮大师 所翻译的这一部经呢 叫做 称赞净土 佛摄受经 它里面的经文呢 就是十方 诸佛流通 所以金略摄固 把十方 列为六方 本来是十方世界 那用这个六方 来做一个代表 好 那我们看到六十四页 六十四页的地方 悟 金出东方 我们先把这个经文 念一遍 摄利佛 如我经者 称叹 赞叹 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 功德之利 东方亦有 阿处匹佛 须米向佛 大须米佛 须米光佛 妙音佛 如是等 恒河杀树诸佛 各以其果 出广长舌相 佩户三千大千世界 说诚实演 如忍众生 当信是 称赞不可思议 功德 一切诸佛 所护念经 好 那我们直接 来 看到左边的 这个妖解的地方 那这个妖解 偶一大师 分成三段 三段来解释 这一段的经文 是东方 第一段 是东方 解释这个东方 无量无边的世界 东方虚空 不可静 世界 亦不可静 世界不可静 注释诸佛 亦不可静 略己恒河杀儿 所以东方世界 如是等 恒河杀树诸佛 各以其果 出广长舌相 所以东方 从娑佛世界的东方 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在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 有无量无边的佛 佛注释 来度化 他们有缘的众生 所以 就像这个 恒河杀 恒河杀就像一条 恒河的杀的树木 无量无边那么多 所以 东方世界 无量无边的佛 这一边 只是简列列出几尊 阿处比佛 乃至于妙音佛 只是简列列出来 但实际上 有恒河杀树诸佛 都在他的这个国土当中 去出广长相 来宣说呢 净土法门 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二小段 欧威大师解释这个舌相 舌相 出广长舌相 此等诸佛 各出广长舌 劝信此经 而众生犹不生信 顽名即矣 这个 这个我们讲的 十方诸佛 共同赞叹的净土法门 所以此等诸佛 先举出这个东方 无量无边的诸佛 在他的国土 粗广长舌相 来令众生 信此经 深信此经的道理 但是众生由不深信 连佛 这么高的智慧 讲出这么殊胜的道理 但是众生 这个烦恼障 业障 暴障 障碍住了 所以他由不深信 所以顽固 明即 疑 这个顽就是顽固 明就是鱼痴 他这个鱼痴 非常坚固 到了极点 连佛讲的这么殊胜的 这些功德庄严 他都不去深信 那这个左边 偶尔大师就举个例子 常人三世不妄语 舌能自比 这个在印度当时的这个习俗 常人 正常人他三世不妄语 他的舌能够达到鼻子 那这个藏果头佛 藏果头佛呢 就是藏教 我们讲藏通别远 这个三藏教呢 就是这个小圣 小圣的这个三藏教 他呢也是有佛 叫做藏果头佛 他呢三大阿僧其解 不妄语 修三大阿僧其解 不妄语 所以呢 他的舌 能够广 还有长呢 可以负面 所以释迦牟尼佛呢 在他的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过程 也是有这个例子 就是有些这个外道呢 就是说这个佛讲这个 他没办法相信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把他的舌头伸出来 盖住他的整个面 可覆面 所以这个外道就相信 佛是不达妄语的 因为他印度有这个习楚 所以呢 三世不达妄语 就能够舌呢 能够到鼻子 那他整个呢 盖住这个面 是三大阿僧其解不达妄语 那这边呢 就讲到更殊胜的 这原教的思想 金正大圣净土法门 庙门 所以呢 骗户三千大千世界 骗户三千 表里城 秤真 事实非谬 也 所以在这个东方 无量无量无边的世界呢 他的这个粗广长的色相呢 不只能够负面 可以骗户他的国土 三千大千世界 那表示呢 这个庙门 这个净土庙门呢 是不可思议 礼成 秤真 这个礼呢 是秤和 我们的真辱自信 那事呢 这个四相商呢 也是真实 不虚 非谬 就是不是错谬 真实不虚 所以呢 这个比这个 这个藏教的这个 果头佛呢 他的这个 出的这个广长身相 更加的殊胜 骗户三千大千世界 那再来 第三小段呢 次标体 这个标体呢 就是标出经体 这一部 阿弥陀经的经体 那这个经体呢 我们现在 都知道 我们一般 称作 佛说 阿弥陀经 所以这个 欧异大师呢 他就 做一个区别 流通之本 实施 就是 揪摩罗什大师 叫做实施 顺此方号略 易经体 就是佛说 阿弥陀经 就是我们现在的 这个经体 巧合 慈明 妙显 巧合 善巧的 来 称和我们 这一部 阿弥陀经 所说的一个重点 持 佛名号 支持阿弥陀的名号 这个 殊胜 为妙的 一个法门 那这个 壮师 就是 玄壮大师呢 他就翻译成 称赞 敬逐 佛色寿 经 文有 详略 亦无 增减 那这个 玄壮大师呢 为什么把这个 这个 这部经 把它翻成 称赞 敬逐 佛色寿 经 其实就是从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这一段的经文 最后的 这十六个字 单性 是 称赞 不可思议 功德 一切诸佛 所护念经 就是从经文里面 来 安立 这一部经的名称 所以 本来 这一部经呢 它的全名叫做 称赞 不可思议 功德 一切诸佛 所护念经 那玄壮大师呢 就把它翻译成 称赞 净土 就是称赞 不可思议 功德 称赞 净土的 不可思议 功德 一切诸佛 所护念经 就是佛色寿 这三个字 所以虽然 这个 文字 不一样 但是呢 它里面的经文 是一样 所表达的 这个内涵 也是一样 所以 纠摩罗斯大师呢 他就是擅长 用这个 意理 来翻译 所以你看这个 法华经 金刚经 纠摩罗斯大师呢 他是从这个经的意理 叫做意翻 那玄壮大师在翻译呢 他通常都是直翻 叫直意 一个叫意义 就从意理来翻译 他不是就着文字的 一字一字的来翻译 从范文翻到中文的话 从梵文翻到中文的话 你要是从文字呢 一个字一个字 对比的来翻成中文 这个叫做直意 但是纠摩罗斯大师呢 他通达了这个意理之后呢 他从这个意理来翻译到中国的时候呢 他就用中国的一种比较善巧的一种文字 来代表这个经文 所以他的意义呢 一般我们在我们在诵的时候 或者在理解的时候呢 会比较容易弃路 那你们要看这个 玄壮大师是我翻译的那些经典呢 他用直译的话呢 他的这个文字呢 对我们这个学习 有时候不是那么顺畅 所以就差别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喜欢受词 纠摩罗斯大师的翻译的经典 就是说他一送这个文字呢 你很快呢 你能够弃路这个经文的意理在里面 但是玄壮大师他所翻译的这经典 他就是你要去反复的去把这些名词 做一个连贯 你有时候只是翻译呢 有时候你会比较 感觉比较没有那么顺畅 差在这里 所以文有详练 义无增见 那再来我们这个后面呢 乌尔南方 这个我们就不解释了 因为前面跟东方是内容差不多 只有缝冕不一样 所以南方西方北方还有下方上方 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把它简列 大家自己读过就可以了 那我们下一次就从六十七页的第二真式经题 来做一个说明 来做一个说明 所以这个流通分呢是十方诸佛流通 十方诸佛呢 都在他的国土呢 来称赞净土法门的殊胜 而且呢 劝这个他的国土的众生呢 都能够发愿 往生极乐世界 不止我们说佛世界的释迦摩尼佛 好 那么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向下文长 附带来日 回向